林业属花莲分属在今年10月接获通报 有台湾黑熊入侵浊西湘古风村的移出公寮 经过救援后送中却不幸身亡 日前检验结果出炉 除了因为黑熊年迈、健康欠佳 死亡前处于长期饥饿的状态 最终因为误食用于除蝸牛的农药导致中毒死亡 林业及自然保育属花莲分属在今年10月19日获报 有台湾黑熊入侵浊西湘古风村长梁林道4.5公里出公寮 现场释放大龙炮及防松喷雾却仍未离开 后来发现黑熊出现全身抽搐呼吸急促 经救援后送途中输客死亡 日前检验结果出炉 黑熊年迈且身体欠佳仅60公斤 加上务食农药导致中毒 虽然未能成功获救 花莲分属人对通报与提供协助的浊西族人表达感谢 经过救援在后送的过程当中 黑熊就已经死亡 花莲分属连夜将黑熊的遗体 送往农业部兽医研究所 做病理的分析跟解剖 检验的结果 发现这只黑熊 它的皮下脂肪跟肌肉量极少 体重只有60公斤 经过检查肠道的部分 它的后肠道是没有食物的 显现它是属于长期饥饿的状态 后续我们在公寮的四周检查 就发现说 这边只有一些生活的用品 还有一些少数的食物 那沿线长粮临到呢 都是种植苦茶优素 那沿线也没有发现 而且是有机种植 沿线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农药 所以我们判断就是黑熊进入公寮 并不是第一现场了 所以在至于黑熊什么时候去吃到农药 在什么地方吃到农药已经没有办法判断 巨蚁犬 化学名似巨蚁犬 广泛用在防治福寿罗和非洲蝸牛 此因确定后 分属猪公寮环境再度检视 发现公寮内仅存放生活用品及少量食物 并无既蚁犬或其他农药 确认周边主要为有机栽培种植苦茶树 没有食用除蚸牛药或其他农药 研判黑熊闯入公寮并非第一现场 分属呼吁民众应妥善存放农药 避免人畜误食造成汗室 记者长方言 卓西翔报导